我不喜歡的一個說法 就是我們有些同行 把教科書或者是把自己的研究看得非常高 然後把到某些平台去做的東西 看作是一種降微 是一種屈尊 就好像我文學的圈子是非常高的 是黃金塔 錢古榮在南方在上海 其實是開創一個不同的學派 他是為藝術的現代文學 那我當然就受前生這個影響比較大 如果說像知識分子參與很多的公共活動 錄節目也好 您在這方面其實是下海比較早的 過癒了 那也是聊聊天嘛 就這樣節目 也是一個接地氣的一個方法 客觀上留下了一份野史 老百姓啊 正確不正確的各種各樣的集團觀念 現在很多人在擔心 擔心什麼 擔心這個生蠔 它是八三嗎 人是一切嗎 人是什麼 人就是兩人 三二一 1963年出生 我們現在獲取知識途徑很多 你在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是說 很多人看書或者是獲取知識 越來越功利 生產力會改變生產關係 但是不用擔心好的東西就沒人看了 沒人讀了 知識分子 你只管你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人家自會來找你 所有的這些中國小說 講的都是中國的故事 角度跟方法 您覺得有什麼變化 大部分的作品呢 都覺得中國這個社會有問題 到底什麼病 吃什麼藥不一樣 講到年輕人 比如在巴金的作品裡面 講到的這種大家庭啊 包括中國傳統的這種長幼有序 說教 但是在這一屆年輕人當中 是不是好像逐漸在失靈 這個事情呢 一則一喜一則一憂的 因為這個書裡 年輕人的命令 如果能成功反抗 無非是老一代給你的恩惠 所以我就說了 如果一個社會上 如果不是以說話的人的身份 來決定他的真理性的話 我們才有批評巴金淺薄的奢侈 提前做預告啊 各位 到時候你們看電影裡面 有一個姑媽家裡的 中午的茶會 陽台上站著兩個香港富商 其中一個就是徐志動 其實張愛玲小說裡面 對於女性的慾望是 很坦白的 《青春之戀》裡邊 他說精神戀愛有個壞處 話聽不懂 但是沒關係 將來找房子 找用人 管錢這些事情 那還都得聽女的說著算啊 因為這個女的更真實了 因為男作家看不到女人的這一層 男作家只看到自己想看的女人 所以描寫到女性真實的心理 是女性主義文學的一大進度 回過頭去看 過去的一百年的文學 大概是三個階段 有一批研究者就留戀晚清 更多的人和明顯的人是留戀武士 對不對 還魯迅精神 第三種呢 留戀革命文學的高光時刻 好多人問我說 現在新時期的文學會往哪裡發展 我告訴你 就有這麼三種力量 都想往回走 因為他們都 攪合在一起 所以哪個都回不去 只能向前走 時間公允 一人一天 二十四小時 有人灌注商業地國 有人烹調思想盛宴 有人衝破科學宇宙 我們一直在尋找 與他們的相會 通過思緒的交會 穿透 十經之網 撥開信息一堵 重回決策瞬間 指底 故事之源 財心時間 只給你最有價值的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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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創作 我上次講一下 旅程當造物 曾萬聖上場 你以為勾的人我 好 好 我想他們想討論這兩個問題 第一 文選整個面對政治 我好像看不到一間的 就是像你講的 就像你那個 就周平洋出帝 就是在那些不好的那些 我們會走向一個什麼灘烂 很快就有 因為當時是第三圖線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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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新的中衛系辦公室 我很高興他們有放著我老師的同項項 因为钱生是现代文学这个领域 它是比较特别的一派 应该不能算是主流派 钱李勤曾经有篇文章总结过这个问题 他就是说钱古荣在南方在上海的 其实是开创一个不同的学派 相对北方的学派来说 比较注重艺术 比较注重感情美学 从这个角度 就是说的再简单一点吧 北方的如果是为人生的现代文学 它是为艺术的现代文学 那我当然就受钱生这个影响比较大 这个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的个人的性情 但也是受先生影响比较大 我刚刚留校的时候在华东四大 我一开始留校教的不是专业课 是大学语文 但是这个阶段很短 很快我就上当代文学课 现代文学课 比方说江南春 比方说阁飞 我们现在这里的院长 有诸国华 很多就是他们其实当时上过我的课 那我也不记得 他们后来成就比我高了 他们造谣污蔑说我上课老迟到 骑自行车路上非常花风下雨 也是很辛苦 所以我一这里上课的感觉就也很亲切 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很久没有面对面对人上课了 在港大上课 虽然也有六七十个人选我的课 大部分人都在躲在电脑后面 躲在电脑后面 所以我相对来说 我很珍惜线下的讲座和日课 但是这个也是个大驱使 就是线上线下 常常是同步的大驱使 现在很多人在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这个生讨不欢乐 它是巴萨的这个 最后我会跟你说 我讲这些都不是恶意哦 对不对 是有争论的 有些人认为这种非条件天差地别 但是这个差别再大 也不能大到一分 我们今天正式开始讲当代小说 齐王写至亲 但是没人把它当作 好 是 就是以前我上学的时候 每次吃饭 就是要在前面架个手机 看腔腔 糟糕了 那不是破坏你们的胃口吗 因为常常牵涉不雅的话题 那就是有一种 就是看到几个人在那聊天 聊的都是 就是大家最新发生的事情 因为我们之前去采访一些老师啊 学者啊 其实大家都还现在还在讨论说 你比如说像知识分子 参与很多的这个 谢谢 公共活动啊 录节目也好啊 或者是拍广告啊等等 但您在这方面 其实是下海比较早的 就走在比较前面吧 过于了 这个是 其实我当时就是在香港教书嘛 那也是聊聊天嘛 就这样节目 就是也是一个接地气的一个方法 而且后来参与的时间久了以后呢 我也发现在那个 那个十几二十年嘛 正好是中国经济从一个 大的穷国 变成一个穷的大国 然后又变成一个不穷的大国 这个很关键那个时期 所以我自己觉得客观上留下了一份野史 如果将来的人们 五十年一百年以后 想知道那个时候 当然最重要的信息肯定是 新闻联播啦 社论啦 和历史书 但是野史也总有它的 那就是这些道庆图说啊 老百姓的 正确不正确的 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啊 什么什么 有人其实就觉得说 我们现在获取知识图形很多啊 比如说像您这个录音频啊 包括一些视频的课啊 那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是说 很多人看书 或者是获取知识 越来越用什么词 就是功力 或者说我就是要看那个精华 然后我用一种比较偷懒的方式看 阅读方式改变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生产力 就是科技 功力从来都是功力 古代不是忘了谁说的 江上千百艘船 另外一个说 我只看见两艘船 一个是宁 一个是利 那传统的读书 读精识子集 为了考 举人 秀才 精识 不是功力吗 非常直接 考上了 最少是个县管 地位干部 神位干部 甚至 到 招女婿了 就是功力 今天的这种阅读方式的转变的 在手机上阅读了 所以是一个 它根本性地改变了 人和文字之间的关系 但是功力也还是功力 这一直都没变 但是 在这方面 我是不那么悲观的 因为我觉得 好的学问 知识分子的传统 包括一个国家的 文化统治的方法 它都是与时俱进的 变的方式会改变 就是生产力 会改变生产关系 但是 不用担心 好的东西就没人看了 没人读了 你刚才不是说吗 某某站 照样有很多好的东西 你读书人 知识分子 你只管你 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人家智慧来找你 现在的年轻人 好像 对阅读的依赖性 或喜欢 越来越降低了 就是他的知识获取 因为太碎片化 你讲的就是 降低的就是 对过去的 对 阅读的 深度阅读 不 过去也 未见的一定是深度阅读 你看我们做研究的 全中国有 至少我们这个专业 就有几百种期刊 我们要看 每一种期刊 是十篇文章 那我一个月 要读一千篇论文 不可能啊 那很多不读 那怎么读到的呢 这是朋友推荐的 有好的文章 有的是作者自己 王婆卖瓜 有的是他的学生 他的朋友 推荐转发他的文章 一篇好的文章 四五篇转发 这叫刷屏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所以 学术权威 照样权威 而且你这个转发 也很厉害 你要是水一点的文章 下面跟贴 就是朋友的评论 就上去了 某专家评 某著名作品 文章一登 下面的评论就说 小说是看得懂的 这个评论是看不懂的 对不对 那这个也是婉转 那你想 我们自己都是通过这种方法在混 当然这个不全面 我不会鼓励我的研究生 只看公众号来做学问 对不对 你得有系统的去读书 千万记住 第一 你就是年轻人 第二 你不读整本的书 像我那种那么厚的书 你读上面的灾断 照样吸取知识 没问题的 要是你有慧根 肯定有了 要是你对事业有雄心 不会满足于微信控宗号 你会找到了一篇 好 这个人好 我以后就找他的书 我们今天读这个苏童的器械成续 1963年出生 余华小三岁 作家才22岁 1985 中国小说嘛 讲的都是中国的故事 但是我想这么长的时间线里面 他们讲的中国故事 也会有些不一样的吧 就角度跟方法 您觉得有什么变化 比较相通的地方 就是大部分的作品呢 都觉得中国这个社会有问题 生病了 即便是当时的人们认为很好 但是作家呢 他这个责任 他总是找出一点需要改进的地方 那需要改进的地方呢 当然就是不够好的地方 那不同的小说就提出不同的批判和解答的方案 都说有病 到底什么病 吃什么药 不一样 讲到故事呢 就是讲人嘛 但其实中国好像 尤其在文学方面 每个阶段关注的人的点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您书里也讲到 晚清的时候是讲人伦的 五四是人生 那到后来又有变化 到了八十年代之后又变成人生 又转回来 那你就觉得整个二十一世纪的这个文学 他关注的是人的什么方面 因为文学是人学嘛 晚清的作品呢 要描写最不像话的事情 最不像话的事情就是 某人把自己的女儿当作礼物去送给上级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不像话 就是违反人伦呢 这简单的说 我们老百姓说法 活得像畜生一样 对不对 那这个是最不能接受的 可是到了五四的时候呢 就强调活着 强调人生的 这你看那个人伦反而是可能是害人的 祥林嫂死了 不是因为没吃没穿 而是因为人家跟他说 你有两个男的 你有两个男的 这件事情是一个 是失节了嘛 这个其实是人论嘛 就同样在晚清很重要的东西 做人的传统的一些标准 到了五四的时候 变成了杀人的工具 那用以前的标准来说 你已经两个男人了 你还活下去干什么 但是五四的意思说 你还得活下去 活着比你这个两三个男人的还重要 那到了延安的时期 就是说你什么最重要 到了解放以后就是什么 就你是不是人民 对不对 你要是不是人民 那简直就不是人了 变敌人了 对不对 敌人就是人的反面了 你看那所以就人命重要 80年代就是还是回到人生 人生就是说承认人的动物性 生理性 当然也是人道主义的一个主题 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 新世纪到目前为止 至少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主题的变化 您有一个采访我印象特别深 我跟您有特别相似的感受 就觉得 看这一代年轻人 有很多问题 没办法跟他解释 就是以前发生的事情 他可能在这个环境中 就是很难理解 还是说可能某些事情 他们不知道也挺好 不会想他们不知道挺好 没有这个想法 但是有无法解释的时候 有无法解释的时候 有我就理解鲁迅当年说的话 鲁迅他说 我其实没有说出我全部的真话 我忘了是谁说的 就是说鲁迅 他说我还没有 我只稍微露出一点血肉 就把你们吓了 我要真的就是 铺青铺腹的话 就鲁迅说的 我知道这个菜是什么 但我说了 我就会打乱年轻人 对这个事情的信仰 他不想以自己的悲观 来影响年轻人的信仰 我们当然没有像 心那么高的视野 那么重要的作用 但是有时候难免也 在想你跟学生讲的有些话 或者是对事情 会不会影响他们 所以不能够全数 讲到年轻人 比如在巴金的作品里面 讲到的这种大家庭 包括中国传统的这种 长幼有序 说教 就是我是长辈 我就是可以教育晚辈 晚辈是不可以顶撞 家庭里面的这个绝对的权威的 但是在这一届年轻人当中 是不是好像逐渐在失灵 这个事情呢 一遮一洗 一遮一忧的 洗呢 因为中国的这个家长制 尤其是他从家又 扩散到整个社会 其实是二十世纪 中国人包括这么多的小说 所反对的东西 那所以对于这种次序 提出挑战 提出不满 其实是好的 就是有人批评 巴金的作品浅薄 我这个书里就提出来了 我说哪一天 因为这个书里 我们知道我以前只看到 三个爱情悲剧 眉一个瑞菊一个 名凤一个 后来我才发现第四个 就是绝名跟情啊 也是一个悲剧 虽然它有一个好结果 可是那好结果只是 高老太爷改主意 他们不成功 就是高老太爷随便说了一句话 他们后来可以 因为高老太爷要见绝名 所以这是啥意思 就是说年轻人的命运 如果能成功反抗 无非是老一队给你的恩惠 给你的 让你怎么样 你才能怎么样 你有什么开心呢 你叫细思极恐啊 要他不让你 一点道理都没有 你就没理由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了 我就说 如果一个社会上 如果不是以说话的人的身份 来决定他的真理性的话 我们才有批评 巴金浅薄的奢侈 但另一方面 事情的复杂性来说 我们说中国人的宗教 是一个家庭伦理 为核心的 而且 一旦世界上有什么事 你放心 还只有你的爸爸妈妈 只有你的亲人 才能让你抓住他的手 你靠什么天下的人道主义啊 靠什么个性的什么东西啊 没有用 所以这个中国人的 这个家的这个次序 再简单的说法 就在政治上可以挑战 但是在心理上 在这个人伦的心理上 它有延续的合理性 但是我觉得您刚刚讲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 在我看来可能是两个不太一样的事情 就是我们遇到了大的问题 你的家 就中国人的这个心理上的和亲情上的家 是你能够依靠的东西 但这个跟我们去挑战传统的 大家长制的说教 或者是命令 或者是对我们的一些教育 是两件事情 精彩就精彩 这两件事情常常相关 简单的说相关在哪里呢 你在一个公司里 你本来是一个契约关系 对吧 你跟老板签一个约 我每周工作多少多少多少 但是呢 三毛在日本也好 在中国也好 在韩国也好 你的上司 你的老板 他如果好的话 他就像家长一样关心你 当他像家长一样 所以你会感到很温暖 他 你怎么这么晚了 还不走啊 你不要这么拼了 对不对 你觉得很温暖 就在你把它当家长的时候 那你其实你有时候又受不了 其实你们是一个契约关系 某天他在说 小三啊 你穿这个衣服 不太合适啊 来公司里啊 你心里就反感了吗 关你什么事 对 关你什么事 你看 这个里面两套人伦观者 当然我们从道理上讲是这样的 就是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 最基本一点 就是人从身份变成契约 但是的复杂性就在于 尤其是中国的情况 这个虽然已经变成了契约了 但是契约的至少某一方 要把这个契约转化为身份 或者契约的另一方 也会把它想象成身份 因为它不可能截然的就消失的 明白 那当你想象成身份的时候 你不要想我为你辛辛苦苦干了那么多年 你现在就经济一不好 你就忍心把我踢掉了 等等等等 那个就已经是把家族文化的东西带进去了 而且人出于自己的趋利避害 都是找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去解读的 我有时候把它理解成老板像我的亲人 但有时候就变成仇敌了 所以我们也看到正因为这些新的趋势 很多人其实会选择去理解年轻人 比如说一些品牌啊 或者是一些曾经的权威啊 好像要去迎合年轻人的一种新的方式 去揣摩他们的心态 但您觉得这个度是在哪里 有的时候是不是过于的去迎合了 反而会产生一些误解 我们这个行业就不应该 不仅不应该 而且应该千万防止 我不喜欢的一个说法 就是我们有些同行 把教科书或者是把自己的研究看得非常高 然后把到某些平台去做的东西呢 看作是一种降维 是一种屈尊 就是说我这个是为了大众普及写的 就好像我文学的圈子是非常高的 是黄金塔 其他的大众就是我拿出一点点来 因为你们看不懂吧 所以你们弄得浅一点 那个我自己以前有本书 这个现代文学课 后来有这样的评论 我觉得他真是误解 他觉得我是把专业的知识 故意浅化来给学生理解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这个知识是公共的 尤其是人文的知识 有的道理是相通的 所以至少你这个研究者本身 你在提供的时候 你要提供你能够提供的最好的东西 至于人家能不能理解 能不能接受 青年人怎么想 那是他们的事情 你应该提供 就好像打个简单吧 你追名牌 你现在去追一个某一个名牌 大名牌 可是这个大名牌告诉你 它有减价 专门为你青年人制造的 是它的副品 你背在身上你光彩吗 对不对 你开玩笑啊 你这个五千我买不起 你弄个两千的 让我来弄一个入门版 谁来要你的入门版呢 对不对 好 很简单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你不能 我觉得要戒掉 就是这一代我们这些读书人 要戒掉这个就是 好像大众不知道 好像你能够来唤醒大家 这当然在某种程度上 这就是鲁迅他们当时讲的 这个要唤醒房子 黑房子里的人 这个启蒙照理说是我们的责任 但是我们过了这个差不多一百年了 我们也要反省鲁迅 觉醒年代的时候的这种启蒙心态 而且我们现在面对的很多装睡的人 他不是睡得不醒 他可能一直醒着 他很精致的装睡者 那你怎么办呢 这是第一 我觉得读书人应该从自己的职业道德出发 讲自己能够讲到的什么东西 提前做预告 各位 到时候你们看电影里面 有一个 姑妈家里的中午的茶会 阳台上站着两个香港富商 其中一个 就是徐志拓 其实张爱玲的小说里面 对于女性的欲望是很坦白的 在很多的故事里 在您对她的研究当中 她的这些故事里 她究竟是浪漫的幻想的成分更多 还是悲观的 或者说是更现实的成分更多 两者都有 她的作品 你要从文学史上看 其实她的第一个意义 就是最简单的 她打破男性中心主义的叙事模式 因为在张爱玲或者丁玲之前 大部分的爱情小说的基本模式是 一个男的爱上了一个女的 她说男的要忽悠女的 就三招 第一个用钱砸 第二个叫晒身体 晒身体连带 第三个要是钱也没有 身体也没有 叫文化洗脑 看雪看月亮 那么这一种模式 八经的家 什么曹语的日出 很多小说都是这样的 一直到今天还有 不过今天女的越来越不那么好变了 对不对 但是张爱玲就把她打破了 打破是用一句话 一句话是《倾城之恋》 《倾城之恋》里边 我不知道你记得吧 她不是坐了船 到了潜水湾 吃饭 吃饭 男的把她带出去 在月光下 本来这种时候 你想 照理说应该kiss了吧 可是那个男的呢 还不愿意马上kiss 为什么呢 他觉得我花钱得到一个女的 甚之不武 我要怎么得到她呢 就把她拉到一个什么段条 我们前面 然后就跟她说地老天荒 只只只手 背诗经啊 很有名的这一段 背诗经 香港毁掉了 最关键的一句话 就是她回去的时候说的 烧完了 她说 哦 碰到了一个精神恋爱的 好 精神恋爱的 常常会有婚姻 要是这个 一上来要做什么事情的 常常没法长久的 下面一句 精神恋爱有个坏处 话听不懂 但是没关系 将来找房子 找用人 管钱这些事情 那还都得听女的 说着算啊 明白了 这一段话 我的研究张爱玲的书里面 我说 这是女性觉悟的一个退步 是女性主义文学的一个进步 因为这个女的更真实了 因为男作家看不到女人的这一层 男作家只看到自己想看的女人 所以描写到女性真实的心理 是女性主义文学的一大进步 我在这个书的后面 有一个简单的小节 就是把女人的命运 这些作品里面的女性形象的命运 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分类 我发现有五种 第一种呢 就是女的 她知道男的都花心 而且男的基本上占有了这个社会的资源的优势 她们对女的从相貌上 推崇也是一种害 这个排斥也是一种歧视 但是这是现实 因此呢 要她们争斗 要跟她们斗争 写的最好的几个作家都是这个录制 张爱玲 萧红 丁玲 包括铁宁 王安逸 第二类 理论上跟前面一样 但是她们相信党 相信革命 因此呢 她们是参加群体的斗争 相信改变了社会 女性就可以得到解放 江姐了 林道静了 第三类的女的是怎么样 很漂亮 很性感 很多男的喜欢 白鲁园看过吧 田小鹅 你看看田小鹅的身体 地主 土匪 反动派 还有那个白孝文是一个 后来新社会做县长 那还有一个是 总而言之 她成为各种政治势力的争夺的战场 拿回去 我没动 不是一个 这些故事都有个特点 就是女人 不是她的灵魂 她的身体 成为很多男人争夺的对象 这种争夺其实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都感觉不到 他们看到的是 看到的是 黄翘本 其实她也还是被社会的一些支配力量所争夺 第四种就是什么 就是从鲁迅开始 大家很熟悉 就是被男人救的 像《伤势》了 《春风成醉的晚上》了 那有一大批作品就是一个很弱的女子 碰到一个知识分子的男的要救她 有时候女的是封城女子 像陈白露这样 第五类更熟悉了贤惠 活着看过吧 福贵老婆 男人做任何事情 她都是听的 怎么都是好的 叫她贵就贵 当然最后男人也很感激 就是这个女的是非常好的 祥林嫂碰到男的 从不放逃 您下一本书的计划是什么 我目前就是这个21世纪 就是所谓的这个新时代 只是我现在发现 我之前还没有想得那么清楚 之前呢他们就说 你这个20世纪这个 有很多没写完 有很多作家想写的没写完 那同时年份上又有一个空缺 那你能不能继续写 最近20年的作品 那我当时就答应了 当我现在在整体阅读 最近20年的作品的时候 对于我来说最尖锐的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你评的这些作家 都是50后60后 对 换句话说都是你的同辈人 那最近30年来的作家 你怎么看不见呢 我们的社会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我们日新月异 你怎么文学 怎么还在讲80年代呢 那我就要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回过头去看 过去的100年的文学 大概是三个阶段 有一批研究者就留恋晚清 就觉得那个时候又有写实 又有侦探 又有青楼小说 他们说那个时候就有现代性 后来反而失去了 第二种更多的人和明显的人 是留恋五四 对不对 鲁迅精神 或者说是民国范 对吧 很多人觉得 这个是连开商店都知道这样开 对不对 第三种呢 留恋革命文学的高光时刻 好多人问我说 现在新时期的文学会往哪里发展 我告诉你 就有这么三种力量 都想往回走 因为它们都搅合在一起 所以哪个都回不去 只能向前走 这次观看 你也能够过来 大家注意 音乐 你说 我等于他